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看体育比赛的 甚至有很多人觉得那一点都没意思 各位观众大家好 但是即使是讨厌运动的人 偶尔也会因为比赛的突发状况 而一瞬间感到惊讶 进而觉得有趣 大家发现了吗 各位所熟悉的Top10频道 将会在这次的影片中介绍很多这样的例子 准备好了吗 影片正式开始了 不是只有运动员在比赛中才会情绪激动 教练也是一样 正如你所看到的 他无法抑制满意的情绪 将衣服脱下来扔在地上 在大喊的同时又把鞋子乱丢 结果一只鞋打中选手 另一只则是飞向裁判的位置 令人惊讶的是 周围人群的反应极其平静 毫不意外的 比赛结果并没有因为他的举动而有所改变 奶奶是世界上最强大 最无所畏惧的守护者 在任何情况下 随时都准备好了为孙子拼命 即使他的孙子是已经成年的摔角选手 例如明知会影响比赛的进行 他还是冲上前去打对方选手 如果你有在从事格斗技运动的话 在迎战重要的比赛前 最好先调查一下对手有没有奶奶 这样会比较保险 如果有的话 建议你采取一切可能的防范措施 以避免自己受到敌人奶奶的攻击 世界上的每个国家应该都有一种说法 是用来形容乐极生悲 这一群正在比赛的排球选手们 已经实际领悟到 这个从古时候流传至今的前人至言 因为对手接球失误而感到很开心 但也因为这样 根本没有注意到球被击回自己的场上 当然也来不及阻止 无论这位滑雪选手在这之后 有没有获得优胜 但一定会留下深刻的回忆 她连看都没有看 就把滑雪板一脚踢飞 没想到直接穿破巴士的窗户 应该没人有如此厉害的本事吧 幸运的是 这时候巴士上没有任何人 如果刚好有人坐在窗户的旁边 这个愚蠢至极的举动 将会造成意想不到的重大伤害 这位女性运动员是不是有点误判了跳高架的高度呢 可能是因为她刚好手滑吧 又或者今天她的星座运势是最后一名 无论是哪个理由 横杆就是掉下来了 希望她没有严重受伤 这位滑雪运动员很有可能 是在向刚刚那位倒霉的撑杆跳选手点头之一 她在滑行的时候先弄丢了一个滑雪板 几秒之后又把另一个给弄丢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总之就把这样的方式称为滚下山风格吧 接下来再介绍另一位倒霉的撑杆跳运动员 在这种情况下碰到横杆都已经不重要了 最让人惊讶的是 春杆不仅贯穿了裤子 就连T恤也被穿透了一个洞 这种惊人的重大失误发生的几率几乎是零 但是它真正的发生了 万幸的是它并没有受伤 乌克兰和美国的西洋舰选手进行比赛时 乌克兰选手因为没有计算好自己的步伐 因此不小心摔下比赛场地 他本来很有可能赢得这场比赛 真是个令人悔恨的失误 这位体操运动员优雅地以后空翻做结尾 但却因失误而头部着地地摔下来 这个极度危险的着地失败 很有可能会导致脑震荡或颈部骨折 选手靠自己站起身来 看到他只摸了摸撞到的额头 就慢慢地走下场 真为他的身体没有大碍而感到相当幸运 这位网球运动员成功地回击了对手的发球 没想到的是却成为那只球拍的最后一击 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 但我觉得这个紧握球拍残骸感到傻眼的球员表情 应该会成为网络上的一个梗图 基本上花式溜冰运动员要学习的第一件事就是保持身体的平衡 然而有时会不走运地失去平衡而突然摔倒 这位守门员完成了一项不可思议的任务 他在十秒内连续两次成功地跳跃阻挡了对方的球 他先是在离球门有点距离之处阻挡了第一次的进攻 之后又在球门前跳起来挡住了第二次 他的专注力真的是很惊人啊 这位运动员是不是快承受不住这场艰辛的桌球比赛压力呢 他送给了全世界一个令人惊叹的仰眼镜头 当事情不顺利的时候 各位也会心烦地做些奇怪的事情吗 等等不可以做这件事 正常情况下应该要等到裁判宣判比赛结束 或者是要求替补选手上场 他为什么要在球场上在摄影机前小便呢 为什么会在高压电线的附近建足球场呢 就算这场比赛没有因为火花爆炸而被迫中止 无可避免的 迟早有一天会有人在别场比赛中把球踢到电线上面 接下来的例子发生在英国斯塔福德郡的鲁基利阵 布莱顿狮子和多尔曼这两只 不隶属于英国足球职业联赛的业余球队进行了一场例行比赛 比赛本身并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状况 不过这场比赛却因为一个事件引起了非常多的关注 老旧的火力发电厂冷却塔正在进行爆破拆除 即使知道这是事前计划好的但仍是一个非常壮观的景象 比赛中绝对不能作弊 即使没有当场被取消资格但也很有可能会立刻得到报应 例如这名田径跑者最好别再试图拉人裤子妨碍比赛 下次应该要用正当的方式努力超越他的对手 真心希望各位所支持的选手都不会被这种卑鄙的行为所妨碍 一名摔倒的溜冰选手正试图抓住另一名选手的鞋子 这种行为是单纯的出自本能反应 还是故意想把比自己强的选手一起脱下水呢 大家是怎么认为的呢 请在留言区留下你的看法 在暴风雪和强风中进行的足球比赛本来就是相当罕见的景象 但在这场比赛中恶劣的天气似乎偏袒了其中一支球队 滚向球门的球因为强风吹袭 竟然在距离只有几公分之处停了下来 真是令人饿晚 一切都照着计划顺利进行 相扑选手直接地冲出了擂台 对于这位相扑选手来说 这应该会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快速获得胜利的一场比赛吧 这只狗应该非常地想和人类竞争 它即使参加接力比赛应该也能获胜 可惜的是比赛规定动物不能参加 如果没有这些骑士狗 或者阻止它们站上颁奖台的规则就好了 这位歌手在曲棍球比赛开始前 在场上边划着冰边唱着歌 这本来应该是一个美丽又动人的画面 不幸的是 歌手摔倒了 还一直无法顺利地站起身 但他仍然继续唱着歌 真是难得一见的画面 这位男性答应女方要送他一枚钻石戒指 戒指的克拉束将会和他开球入袋的撞球数目相同 然而这位男性似乎并不是有钱人 而且遇到了大麻烦 这位女性以前竟然是职业撞球选手 加拿大的花式溜冰选手凭借出色的表演获得了金牌 但却在颁奖典礼后的绕场庆祝时不小心摔倒在地上 还好他用幽默感化解了尴尬 这名球员因为体型而大幅落后 然而在这个即使放弃比赛也不奇怪的情况下 他还是全心全力地奔跑着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个状况很逗趣 但我反而会觉得这种坚持到底的态度相当地激励人心 也让人觉得很感动 在紧张的比赛中 手机从选手的柔道府里掉了出来 真搞不懂他为什么在比赛中还带着手机 这位选手被取消资格后 将那只可恨的手机扔出了场外 智慧型手机到底又做错了什么呢 又不是他拜托你带他去参加比赛的 这位冰上驱棍球员因为进球而过于兴奋 结果他冲破玻璃围墙摔到场外去了 美国的滑雪板选手林赛亚科贝里斯 因为小看了比赛 而将奥运金牌拱手让给了别人 他因为大幅领先而掉以轻心 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展示特技 最后失误导致摔倒 虽然他立刻就起身返回了赛道 但却在终点线前 被瑞士选手超越而失去了夺得金牌的机会 马特·斯塔茨曼是位非常了不起的运动员 即使他生来就没有双臂 但他用双脚过着正常生活 甚至还凭着射箭项目 登上了残障奥运会的顶点 此外他还是这个项目中 射程最远的世界纪录保持者 就连这位要将奖牌颁发给斯塔茨曼选手的人 似乎也完全地忘记了他没有双臂 竟然想和不存在的手臂握手 一位漂亮的田径运动员 试着要抖掉比基尼运动短裤上的沙子 虽然没有发生任何事 但是要归功于摄影机的拍摄时机 让我们看到了非常养眼的画面 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 非常感谢各位的观看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这支影片 为了能让各位尽情地观看影片 我们的摄影机随时都处于待命状态 请务必订阅本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还要记得帮我们按赞 让我们期待下次的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